早期,在智刚刚建立之初,祭祀遗物多以动物牺牲为主 到了春秋晚期,开始出现车马祭祀坑 而到了战国中晚期,祭祀的礼智开始趋于规制化 真车马逐渐向模型车马演变 同时还伴有固定的玉器组合 就是在车厢的前部,它会放一件男性玉人,一件女性玉人 然后一个玉丛和一个玉皇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祭祀玉器组合 有点像那个秦始皇兵马俑的发型 这个你看眉毛眼睛刻画的 还有上面的这个胡须和下面的 然后还有腰带,这个刻画的是很形象的 这是女性,发饰不一样 你看那个就是汉代初的那个俑 它那个女性的发饰,它是向后的 对,所以它并没有凸起来的一个发迹 有人认为就是说一男一女它代表普世的人 然后还有一种解释代表这个无师 就是通神的那些人 祭祀用玉的组合凸显了祭祀的规范化 而车马坑中出土的精美精气 也展现了高等级的祭祀规格 这个是一个节约 车马器上在马身上用来穿绳子的一个器物 它主纹是盘毁纹 就是一种变形的一种蛇纹 它的底纹呢我们可以看 它下面都是一个个的圆珠纹 这个呢它的名称也叫做节约 它是穿两根缰绳用的 它的那个中部呢你看 会有像羊头一样这种东西 应该有北方草原文化的一种特色 我觉得就是秦在这个东周列国里面 是对于这个精气使用 真的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跟它处在这个西边 跟西边的交流有关系 北方草原或者是西域的一些国家 中亚的一些国家特别喜欢黄金 仅2023年 联合考古队就发掘了1100余件文物 他们讲述着秘制祭祀 伴随着秦国 由侯国向大一统王朝国家变迁的故事 像从秦到汉的比较著名的几个皇帝 像秦始皇 像汉高祖刘邦 刘邦还来这里建立了北志 后来像这个文帝景帝都有 离宫 是古代皇帝出行 铸臂的必备场所 陆续在下站遗址发现的 刻有文字的瓦当 或许就是历代帝王足迹的印证 这个就是陶的一个质地 然后这个上面是有 常乐未央四个字 并且上面还可以看到一些图株的痕迹 一般就是使用朱砂 在当时是比较 级别比较高的建筑上才会有 普通的建筑 包括一些官署都不会用这种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